为什么 因为你舍不得放不下 所以阿弥陀佛就发了一愿 你到了极乐世界都可以看到你所有的家人 请看五十页第十六行 我天跳一下 这一愿很重要 五十页第十六行 心五四十一 竖献佛刹愿 看四十愿 五十页第十三行 我做佛时 国中极乐世界有无量的树 高或百千游巡 道场树高有四百万里 诸菩萨中就算它的善根比较差 但是因为佛力加持 它在树所有的当中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亦能了知 下面四十一愿 树献佛刹愿 假如在树跟树的之间 他想要看诸佛国土的清净庄严 在宝树跟宝树之间 就像镜子一样是透明的 就好像你早上看自己的脸照镜子一样 堵其面相就在你的眼前 假如不这样 我就不成佛 请把四十一愿给画下来 做个记号 我要解释什么呢 注意听 我们临终要开示 开示有很多重点 其中有一个重点 大部分的人都舍不得亲人 开示的重点很多 我现在讲其中一个最重要 不然我这样讲下去 真的永远住在新加坡 注意听 所以我们人都舍不得 他断气的时候很苦 地水火风变化 要去哪里他不知道 一切的世界是黑暗的 看到自己的孙子他又舍不得 所以心是七上八下 这时候你要告诉他 老菩萨念佛往前走吧 你到了极乐世界有树 树跟树的之间 你回头一看 你是看得到你的孙子的 这是真的 所以你没有离开你的小孩过 这是方便法 因为一般人都舍不得 但他听到这样子的时候 他就愿意往前走 所以极乐世界有叫做树献佛岔院 宝树尖尖呢 都像明镜一样 你是可以看到你的家人的 甚至你的家人现在在做什么 他也知道的 你看阿弥陀佛多厉害啊 我想我们自己发愿的话 可能都不会发这一条 对不对 他把你众生所有会执着留恋的东西 一个一个都把你砍断掉 所以你往生极乐世界 尤其是夫妻 注意听 同修联友 我们中国人讲啊 夫妻叫什么 看手耶 对不对 牵手的 牵手不要牵太紧啊 牵那么久干什么 往生的时候哪一个人先走不知道啊 假如你的先生突然往生了怎么办 有些太太就受不了啊 自己的爸爸妈妈走的时候 做子女的也受不了 那因为生死的打击很大 可是你要告诉他 妈妈往前走 先生往前走 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宝树骗国院的树跟树之间有镜子啊 你可以跟我打招呼 哈喽 但是你跟地球人打招呼啊 你可以看得到 但是地球人看不到你 那是什么 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以你没有离开过你的家人 只是暂时的离开而已 那真正的永远在一起是什么呢 全部发愿将来都到极乐世界 莲池还会愿相逢的时候 那就永远在一起 比方说我出家了 我妈妈也会想念我 天下父母心 我说你想我没有用 你想我你很苦 你想我你会轮回 我叫你想阿弥陀佛 或想观世音菩萨 我想阿弥陀佛将来去极乐世界 你想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 将来你才会永远跟我在一起啊 这是阿弥陀佛无有穷尽的大悲心 他没有要斩断你的亲人 他希望你的全家的亲人 全部都发愿在极乐世界 这样子才能够生生世世在一起啊 所以各位若是同修的莲友 应该这样发愿 或者你想想看 人生结婚 对不对 就算你活个七八十年 对不对 就像演一场戏 drama也是会结束的 落幕的时候你老公去哪里 你也做不了主啊 你自己去哪里 你也不知道啊 那就生生世世都在轮回 所以真的同修应该发愿 全部的人都去极乐世界 你会生生世世在一起 为什么 你都是无量寿的寿命 好 在这里 我又想着法喜充满 鼓励大家一个例子 各位联友 若在同一个道场 共修的话 希望你发愿 宣弃西方的人 极乐世界的人 将来度后面的人 在中国净土中 第一代祖师 庐山东陵念佛堂 在中国大陆 有123位的人 一起发愿 求生极乐世界 他们就发了一个愿 愿我们去极乐净土 先来的人 先去极乐世界的人 要先接后面的人 结果呢 那庐山东陵念佛堂的 这个就是高僧 就是慧远大师 慧远大师是大乘的菩萨 他一生呢 讲经说法 然后也通达 大制度论 中观 所以他也通达 波周三倍 所以他劝了很多 联友往生 当他往生之前 他三次定中 见过阿弥陀佛 第一次见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的时候呢 旁边就有一个 流移民居士 就在阿弥陀佛 西方三圣旁边 他就合掌 师父 我来接领你了 因为我们以前发愿 先来的人 要先接你 后面 这个不是幻境 有愿必满 这是真的 这样的话 会给后面的人 很大很大的鼓励 所以他有一百二十三位的人 通通都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用这个例子 我也鼓励 桑爷金色的联友 先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将来回来托梦 通通都放光 让你每个人都看到极乐世界 那就很舒适啊 是不是 而且先去的极乐世界的联友 看到后面的联友 哎呀你看 这个业障又现前了 又去做呢 给狼仔了 这时候你就应该放光 加持他一下 让他所有的恶缘都没有 可以的 这是你的菩萨行 极乐世界你有六种神通 都有啊 对不对 对不起 五种神通 我讲太乖 最后一个漏境通还没有 那要成佛的时候才有 五种神通都有 所以你有宿命通 天眼通 天耳通 目的是什么 帮助众生用的 所以我也希望 宽祭堂念佛社的联友 假如你听了这次讲座很欢喜 应该发愿将来都往生极乐世界 先往生的老菩萨 不要忘了要先接后面的联友 假如新加坡有一个联友 是欲知实至的话 那会震动整个新加坡的 知道吗 这是很殊胜的 不过当然要有愿 而且要有这个功德力 所以联友跟联友之间要想 夫妻之间其实是素式的缘 但你要生生世世做 亲近的同参道友 应当一起发愿去西方极乐净土 第二 现在家人不管是善缘跟恶缘 你真的想要跟你的爸爸妈妈 永远在一起 你也应该劝他去西方极乐净土 第三个 联友跟联友之间 也可以相互鼓励 将来就会连时还会愿相逢 好 接下来再看 二十五页 最后一行 星期第九 他心通愿 请看经文 我做佛时 所有的众生 升到我西方极乐世界 都可以由得到他心智通 翻过来 二十六页 若不惜之 亦那由他百千佛刹 众生心念者 不取正觉 好 他这里讲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 都有他心智通 所有他心智通就是什么呢 别人动什么念头 你知道 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你的心很清静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一心不乱去的 他清静心的结果 所以莲花化身 所以相貌很庄严 有五种神通 其中有一个 他心智通 特别注意 看幻灯片 我把它变成蓝色的 假如他不知道 亦那由他百千佛刹 众生心念者 把众生心念者 四个字画起来 阿弥陀佛他就发愿 不成佛 那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极乐世界 所有往生 若以生 若今生 若当生的菩萨 已经往生的 当然有这种功德 若以生 那还没有往生的是指什么呢 我们再做各位 将来会往生的呢 是指未来 无量节 跟这个法门 有缘的众生 他都可以得到 他心智通 那注意听 这里讲 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百千万亿 纳由他佛刹的 云云众生的念头 他都知道啊 他这个功德力 也是阿弥陀佛加持的 那换句话说 你回头 看极乐世界 你的先生动什么念头 你也知道 你的孙子动什么念头 你也知道 所以我们说佛世界 现在大家在这边听听 其实你动什么念头 阿弥陀佛也知道 了解这里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每一次你对观世音菩萨 发愿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念那么长了 有些老菩萨 念很久很久 都不知道 观世音菩萨 不知道有听到 我没听到 你读了这一院 你动什么念头 他都知道 你做梦啊 你动善念恶念啊 他也知道 好那现在有个问题了 哎呀 我动什么念头呢 佛菩萨都知道的话 那佛菩萨不是像照妖精吗 没错 所以动善念的时候 你要精进 比如说你现在想念经的时候 你应该把握 可是我们也有烦恼 贪真吃 我们还在这里 那动恶念的时候呢 你要小心 所有廉耻海会的佛菩萨 通通都看到 你看这小子又在混啦 只是跟你讲真话 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啊 你才不敢动恶念跟造恶业 当你有恶念的时候 你要想 阿弥陀佛 请你放光加持我 我是一个丑陋的众生啊 对不对 可是我想去极乐世界 我的业太重啊 请你大慈大悲 放光加持我 你也可以拜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西方三圣 连此海会佛菩萨 真好 他往生以后 这五种神通 是帮助众生的 他看到你啊 他不会笑你 他反而会赞叹你 哎呀 你很难得 就像妈妈鼓励孩子一样 没关系 没关系 再加油 再加油 再精进 观音菩萨会不会看到说 哎呀 你这满脑的恶念 他就舍弃你 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 从来没有舍弃过 任何一个众生的 所以当我们善念升起的时候 我们应该勇猛精进 恶念升起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要好好的忏悔 佛菩萨 请你放光加持我啊 你可能有这个心的时候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你的力量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的烦恼呢 就慢慢慢慢慢慢 可以调伏 为什么呢 因为极乐世界的人 都可以知道 亦纳由他百千佛刹 所有众生的心念 再进一步而说 假如你有发广大的善愿 为了利益众生的话 佛菩萨也会放光满你的愿 比方说你在家出家 没有私心 注意听 没有私心 又没有得到私人的利益 那你这样求佛菩萨的 佛菩萨会满你的愿 举一个例子 我刚查到佛教徒 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大约了 第一类是什么 挂羊头卖狗肉的 讲是佛教呢 事实上是其他宗教 就用骗财色名十岁 对不对 动不动呢 我告诉你 我看到你的三世英国 我跟你很有缘 我要这样修这样修 我帮你这样子度 度这样子度 都是骗人的啦 你怎么这么笨呢 他都是骗活人 而不是骗死人用的 第二类佛教徒 当然第一类的果报一定不好 将来会剁地狱的 纵使你得到短期的财色名十岁 当然你将来果报是很可怕 第二类有些众生是 他很发心 也要帮助众生 未成佛之言 广洁善缘 也很发心 做医工 做干部 发心 做了很多很多善事 可是在帮助人的时候 自己也得到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好处啦 利益众生 其实也利益了自己 这样子心比较杂染心 比如说他认识很多人员 人员完了以后 他就推销了 哎呀我有名片啦 来 有空多帮忙多帮忙啊 其实你帮不帮助众生 有 但是你帮助众生的心是杂染的 你会得到只是人天福报而已 很可惜 不是功德 第三类是最好的是 真正不畏名 不畏利 真正呢 无所求的 以大悲心跟菩提心 帮助众生 甚至众生欺负你了 毁谤你了 你还不舍弃众生 永远不舍弃众生 这个才叫真正的功德 第三类的人 绝对会往生极乐净土 第二类的人呢 各位都在看着我 专心看着我师父 答案是什么这样 Have have 我不能肯定 要看你临终的业力 也可能会去 也可能呢 不会去 第三类的人呢 是绝对不可能去极乐世界的 来生会对地狱恶鬼出生 万岁万万岁 受很多的苦 所以人有时候要想一想 我们的心念要很正大光明 我们嘴巴讲 我们拜阿弥陀佛 你都不知道 读了这些愿才会吓一跳 原来我做什么事情啊 西方极乐 连此海会佛菩萨 全部都看得一清二楚啊 所以这时候 你就会很真心 真心是什么呢 你任何的真诚心啊 西方三圣都知道 你不要太在乎人家怎么讲你 有时候你做好事了 被人家批评 没关系 阿弥陀佛知道 随他去忍入波罗蜜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只有佛菩萨最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佛菩萨是看你 过去 现在跟未来 第二个 假如我们动了恶念 想去伤害众生的时候 你要提醒自己 拍戴机 别塞走啊 坏事不可以做 中国有句话不是说吗 坏事做多了 半路走多 坏事做多了 半路啊 走路的时候都会遇到鬼的 对不对 同样连持海会佛菩萨 你看 过去现在 无量无边世界的众生念头 他都知道的 所以你要真的很虔诚 很恭敬 而不是表里不如一 假假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真的很真心老实的人 他却可以去极乐世界 因为他很真心啊 有些人表面上做得很好 诶 断气的时候你会发觉不太好 佛菩萨最清楚的 知道吗 所以这几愿呢 要常常警惕自己 我总结 善念升起的时候 应该勇猛精进 鼓励自己 恶念升起的时候 要警惕自己 要忏悔 不要造恶业 不要伤害众生 第三个 如果你要发任何的 广大的大愿 不为自己 而为众生的话 你求佛菩萨 佛菩萨会满你的愿的 因为他对你的所有的念头 都会满你的愿的 好 再看下面 请看 二十六页 第三行 我引这一品 叫大势神光 第二十八品 请看经文 佛告阿难 比佛极乐国土 所有的诸菩萨 都能够动视 彻听 八方上下 去来现在之事 诸天人明 以及渊妃软动之类 我上次讲过 小瓢虫 或是小毛毛虫 他们心意的善恶 口所欲缘 何时度脱 得道往生 皆欲知之 请看幻灯片 我有把它变成紫色的 这句话 本来要画下来 就是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菩萨 对于无量无边世界的众生 不管你是天人 或是一般的老百姓 或是小瓢虫 小毛虫 乃至于你是狗或冲生 你动什么念头 心意善恶 好念头坏念头 其实他都知道的 为什么知道呢 这里看 像镜子 镜子造玫瑰花的时候 它就是玫瑰花 很清楚 它是反射的 玫瑰花走的时候 它就清清楚楚 比方说 我现在的沐雨 是一个善恋 你为了众生发大怨 你看镜子 就看到了 这个沐雨锤 对不对 假如我现在 以隐庆来比喻 你起了个恶念 这只隐庆是黑色的 你看 镜子就立刻看到了 是你的黑色的 所以 佛菩萨 为什么会知道 所有众生的念头 了解吗 第二个 口所欲言 你想要讲什么 利益众生 你要求的愿望 讲重点就可以了 他通通都知道 何时度托 这里有几个 很深的意思 度托有几层 第一 从一般的外道 变为佛弟子 你也是得度入佛门 第二 你何时发心吃素 受戒 他也知道 第三 你哪时候发心 对不对 要出家 要利益众生 他也知道 第四 你哪时候发心 要闭关修持 他也知道 所以度托 它有很深浅的意思 你可以发愿 但是西方菩萨呢 西方极乐世界的 莲齿海慧佛菩萨 通通都知道 也会放光加持你 所以度托 度托 我们常说 常要度众生 众生不容易 要圆成熟了 才能度他 得到往生 请把这四个字画起来 你哪时候断气 往生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 绝对不会接错时间的 好 这里有一个问题 Q&A 请写下来 假如你今天 就要往生了 请问你怎么办 写下来 请写下来 我过几天会讲 你今天就要断气了 那你说 师父你怎么知道 举个例子 你今天发烧了 你就知道 哎呀 我发烧了 我不太舒服 请问你怎么知道 你的心会告诉你吗 你的身体会有感觉 你有没有听过 人要走的时候 都有回光返照 对不对 对不对 有的人会觉得 哎呀 老妈今天差不多了 该走了 他怎么知道 人都会走的嘛 好 假如今天 真的就是你最后一天 从新加坡往生 西方极乐净土 请问你要做什么 赶快打电话给星空师 对不起 那时候我在国外 你要做什么 念佛而已 念佛是其中一个 好 先不要急 先写下来 Q&A 问你自己 假如我现在 今天就要往生了 怎么办 你要做什么 请写下来 我在后面会讲 临终皆语愿里面会告诉 假如今天真的是你 最后一天断气的话 你应该做几桩很重要的事情 好 请写下来 各位有没有写下来 还有 其中有写下来的当中 有一条要想 你有什么心愿还没有了 要写遗嘱 这个很重要 不要怕 人哪时候走都不知道的 好 所以往生的时候 听好 西方极乐世界呢 一定知道你的时间的 好 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 鼓励大家 我满脑子有太多的故事 随性讲到哪个经文 就想到哪里 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叫银科法师 他的恶念很多 习性很不好 在家的时候呢 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 杀盗淫忘酒 他也做了 破了五戒十善 可是这个人有一点点善根 他一直很想出家 出了家以后呢 他每天也是很懒惰的 就混日子 早晚中古敲完了就睡大觉 结果呢 他的习性很难改 可是有一次啊 他听到一个法师讲 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 说十方所有的世界里面 阿弥陀佛啊 最为的慈悲跟庄严 从来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他听了以后 非常有善根 就很感动 他说 哎呀 我终于找到有一条希望的路了 我自己很惭愧 出了家 戒律不清净 品德也不太好 行为也不太好 我想呢 我这辈子如果不好好修行呢 将来可能就去地狱 恶鬼畜生 万岁万万岁了 他想 这个地方太麻烦 太麻烦 结果他就升起了强烈的心啊 每天开始拜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很虔诚的念 他升起了强烈的处理心 他真正一心一意觉得说 我这辈子啊 不要再留恋了 结果因为他素食的善根啊 他就昼夜精进的念了三个月 终于把阿弥陀佛给念来来了 他在定中的时候念到阿弥陀佛 光中化佛无数亿 然后就放光就跟他讲 然后呢 他就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欢迎你 最后终于见到你 可不可以带我去极乐世界啊 结果阿弥陀佛说 sorry no 你还有十年的寿命 十年以后 你的业的时候 静的时候 我再来接你 他说 我今天来献献你 是应该来加持你 给你鼓励 因为你对极乐净土法门 很有信心 所以我来显现 放光加持你 结果这个呢 银科法师很聪明说 阿弥陀佛不要了 十年的功德 我通通给别人了 我现在跟你走 可以吗 阿弥陀佛微笑一下说 好 我三天以后来接你 三天以后的正中五十二点 我会来接你 这时候他感动得泪流满面 阿弥陀佛就消失了 然后他就顶礼那个佛像 然后呢 他出了门以后呢 因为他闭关 念了三个月啊 他就呢 跟他的师兄弟说 我要回家了 我要回家了 人家说 你要回哪个家 你打开去啊 这个就是你家啊 这个寺庙就是你家 他说不是不是 我要回家了 回家了 大家都觉得他疯了 为什么 这个人呢 戒律又不清净 品德又不好 又那么懒 对不对 这样的众生 怎么可能回家呢 去其他人世界 哎 不太可能了 没有吧 没法度的众生了 可是呢 他真的 后来他就披着袈裟 去求方丈和尚 说方丈和尚 我跟你说 我要告假了 三天以后我要拜拜了 谢谢你这么慈悲收留我 我在这里出家 晚年出家 可是我很感恩你 但是我还有一个愿望 我往生的时候 可不可以给你 化圆几个木头 帮我火化一下 然后我的东西就通通布施 这时候呢 这个助持和尚就这样 他想 这个人真的会回去吗 好吧 那我就答应他 看他三天以后走不走 这个助持和尚呢 心也是不太好的 因为他很难相信 结果三天以后呢 他就很高兴啊 把他所有的东西布施了 然后栽戒了 然后呢 就在上贡当中 十二点 当当当 敲十二响以后呢 突然极乐世界现前 天月明空 异乡满事 西方极乐世界 连此海灰菩萨 通通都来接他 照想看到人都愣了 他真的走了耶 佛菩萨来接他了 这是高僧站里面 就是净土圣贤路里面 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注意听 第一 虽然你想求生极乐世界 但是你有很多的 恶业跟恶习 的确是很难控制 但是只要你有 忏悔的心 你还是可以去极乐净土 这是第一点 要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 他很真诚恳切地 念了三个月的佛 所以表示他的真诚心 是恳切到很专精 而一般人 我们无法见到佛是吗 因为我们的心 没有这么专精 也没有这么恳切过 你可能呢 很恳切地 一两个小时以后就没了 所以我们的心 常常是浮动的 第三个 他真的念佛 定中见到了阿弥陀佛 后面会讲 阿弥陀佛光明普社愿 他光明无量愿 所以他真的见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 你还有十年的寿命 十年以后我再来接你 对不对 可是他很聪明 他跟阿弥陀佛打商量 可见福报呢 是可以变化的 你也可以跟阿弥陀佛 打商量的 可以长寿一点 也可以短寿一点 那要看你的怨心 但是要有功德力 有些人呢 虽然听啊 极乐净土很好 也念无量寿经 假如现在阿弥陀佛 突然出现的话 哎哟 阿弥陀佛 心里不能去啊 我吃也没赢呢 我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做不了 那就要看你的 怨心跟决定 所以这个故事说明了呢 他的确恳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点头了 三天以后来接他 所以可见 业是可以随你的心 而转变而得到自在的 现代我们的人 没办法得到自在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业 过去的业跟烦恼 你现在投胎 假如你的业 要到八十岁才断气的话 你是不可以自杀的 自杀会更痛苦 为什么呢 自杀的时候 你会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 假如你八十岁了 就要该断气的时候 你若没有福报 没有功德 再继续修的话 你要再想活十年 也不可能 为什么呢 这个身体像 你的轿车一样 轮胎跟轮件 都已经坏掉了 你说得走 你也得走了 所以可见 一切呢 是要透过改变你的业 最后一个 就是中古其名 来接他的手 大家偷偷听到了 天月明空 异乡满事 大家也真正见到了 极乐净土 那保证他往生 为什么呢 他看到的境界 跟佛经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不是幻境 好 再看回来 幻灯片 26页 26页 第五行 何时度托 得到往生 不要怀疑 你今天要断气的话 你不要怀疑 哎呀 到底阿弥陀佛 这么忙 全世界这么多的人 要去极乐净土 然后呢 新加坡的时间 又跟美国时间 又不一样 他到底会不会接错 众生很可爱 这些担心 都是多余的 再看下面 又比佛刹 26页 第六行 又比极乐世界的佛刹 所有的身文众 刚才有说 身文众 天人呢 都是他往生以前的身份 事实上 西方极乐世界 全部都是大菩萨 他的身上会放光 易游荀 菩萨的光明 有些会照百游荀 其中其中有两个 最特别最特别的大菩萨 有二菩萨 最尊第一 微神光明 遍照三千大千世界 请看下面的经文 阿南白佛 比二菩萨 其好云和呢 阿南对佛说 请问这两位菩萨 他的名号叫什么呢 佛达说 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个叫 观世音菩萨 一个叫 大世之菩萨 这两位菩萨 也是多生多劫 在娑婆世界 修菩萨行 最后 往生极乐世界 国土 发愿坐在 阿弥陀佛的左右 做阿弥陀佛的助手 可见 阿弥陀佛 多生多劫度众生 观世音菩萨 跟大世之菩萨 以前也是 在娑婆世界 修行的 那当然在 这边 大世神光 第28品 是这么写 可是在其他的呢 像 《悲华经》里面说 阿弥陀佛过去 当转轮圣王 有一千个儿子 他很会生 一千个儿子 very energetic 因为那时候的人 寿命长 能量很高 四大都非常庄严 第一个儿子 叫 观世音菩萨 第二个儿子 叫 大世之菩萨 第三个儿子 叫 文殊菩萨 第八个儿子 叫做 普贤王菩萨 所以可见呢 其实 这些呢 都是过去 是跟阿弥陀佛有缘的 所以 观世音菩萨跟大世世菩萨 为了要报答 阿弥陀佛的恩德 自己的老师 所以他发愿 做西方的 十一乐世界的 两位后补佛 所以一佛 二菩萨 就变成了西方三圣 这样了解吧 所以他常在 阿弥陀佛左右 再看 二十六页 第九行 欲至十方 无量舍佛所 阿弥陀佛 不但可以帮你 观世音菩萨 跟大世世菩萨 他的功德力也很大 所以你的心念 一刹那 就可以到那个国土 比方说 观世音菩萨 他想要去见 药师佛 一刹那之间 他就去了 现居此界 观世音菩萨 跟大世世菩萨 此界 这里的此界 是指南瞻部州的 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 南瞻部州 以他的大悲心 跟大功德力 做广大的 利药众生的 这个佛形事业 接下来再看 世间善男子 善女人 若有极难恐怖 你要归命 观世音菩萨 没有一个 不得到解脱 跟自在的 所以在这里就回答 念观世音菩萨 跟念阿弥陀佛 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不要怀疑 但是灵命中的时候 你要专注在一个 事实上往生的时候 西方三圣 都同时来接你的 你若去看 观无量寿佛经 三倍九品 西方三圣 都来接你 但是有些人的业力 或盖住自己 看不到阿弥陀佛 就感觉只有 观音跟世智 有些人甚至业力 盖住你 你就看到了 观世音菩萨 可是你心里 真正想去极乐世界 一刹那之间 你就投胎了 所以我要公开回答 念观世音菩萨 跟念阿弥陀佛 都可以去极乐世界 不要怀疑 第二个我刚才说过 西藏的金刚圣经典里面讲 观世音菩萨 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大悲心的显现 所以 念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去极乐世界 第三个 念观音跟念阿弥陀佛 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 假如你是念阿弥陀佛 去极乐世界的人 你深深深深深就看到 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 坐在正中间 是教主 你也知道阿弥陀佛 是不生不灭的 在古音声王陀罗尼经里面说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度到有缘的静了以后 上半夜 阿弥陀佛会入涅槃 下半夜 观世音菩萨会成佛 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然后呢 极乐世界呢 更为庄严 因为观音菩萨度的众生 比阿弥陀佛还多 这个呢 是佛经这么写 这个意思是对 中下根性的人讲的 上根性的人都知道 佛菩萨是 金刚经讲 如来 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 所以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的人 你就永远是看到阿弥陀佛 是极乐世界的教主 如果是你念观世音菩萨去极乐世界 只有第一个 有一点点的差别 就是你会看到阿弥陀佛 上半夜入涅槃 下半夜观世音菩萨成佛 为什么 因为你喜欢你自己的观世音菩萨 做国王嘛 是由你的心显现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成佛的时候 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很奇怪 我这个名字 一学佛21年 25年 我这个名字背得非常熟 大概我要度众生 度到观世音菩萨成佛的时候 我才能听吧 对 因为我也很喜欢观世音菩萨 众生是很苦 我跟阿弥陀佛也很有缘 所以西方三圣 它是因为众生的缘不同 它才显现 那再经过无量节 无量节呢 观世音菩萨上半夜入涅槃 大士之菩萨下半夜实现成佛 其实呢 这个都是方便说 对中下根性而说的 所以那现在有个问题 有人就会问 师父 我碰到困难的时候 不能念阿弥陀佛吗 难道念阿弥陀佛就没有效 观音菩萨 那才比较有效吗 不是这样解释的 你要正确理解它 举一个例子 注意听 太阳光都照全世界 也照新加坡 太阳光都照 可是呢 现在假如呢 现在新加坡有乌云了 对不对 新加坡下午就下大雨了 下大雨的时候 请问还有没有太阳光 有 太阳光还在的 假如你坐飞机的话 飞上云层的时候 你就看到 太阳还是万里无云的 可是新加坡呢 在太阳光底下就有乌云 所以就下了很多的雨 好 雨下过以后 那天气都比较暗 你要在等光线强的时候 你才感受到太阳光 了解吗 表示语言不同 再举一个例子 现在全世界能源危机 都比较缺乏 大家都希望要光 比如说很多东西都要电 新加坡还是很有福报国家 可是其他的国家怎么办 用呢 太阳能 知道吗 有太阳的时候 赶快用太阳能 把它收集起来 等没有太阳能呢 它太阳能的电力启动的时候 它就会有热水 所以换句话说 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因为你真正的紧急苦难 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力量会更快速 更强 不是说阿弥陀佛没有效 而是观音菩萨 他的愿力 就是寻生救苦救难的 所以为什么叫做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了解吗 那是呢 是站在众生 利益众生的脚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 功德力是很大的 同样的在这个世界里面 还有一个菩萨的功德力 也很大 跟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也是他的愿力 所以大世神光 第28品 就是正式介绍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菩萨 都有各种神通 其中有两个菩萨的神通 最为广大无边 跟佛一样 就是观世音 与大世智 好 请看下面 我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图片 第一 看西方三圣的壁画 所以你看 十方诸佛都围绕 赞叹西方三圣 西方三圣是一体的 注意听 临命中时 西方三圣 一定同时来接你 你不要怀疑 不要像以前 没有学佛 或没有听闻佛法 哎呀 我念观世音菩萨 我没多会儿来 大世智菩萨 跟我不太熟 大概不太理我 那都是凡夫的妄念 不是这样想 西方三圣 一定来同时接你 但是以你自己 页得显现的时候 那每个人看的东西 是会不一样的 在后面 上中下三倍 我会介绍 接下来再看 敦煌石窟里面的石雕 也有西方三圣 中间阿弥陀佛 右边观音 左边大世智 而且阿弥陀佛的头顶上 有光中化佛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云 再看下一张 昨天讲过 我们在临命中往生 你若是念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来接你 但是又因为我们众生的烦恼 跟怀疑很多 纵使临终的时候 你都还怀疑很多很多的烦恼 然后又看不破放不下 所以你的念头是会浮动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敦煌壁画里面 叫接引凡窗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这是唐朝大丈夫相 有胡子的 他在接引的时候 他常常会回头看一下 要跟上 不要掉了 这是他的大悲心 接下来再看 敦煌壁画里面 也有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华人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跟观世音菩萨 很有缘的 因为观音菩萨代表诸佛如来的 大悲心法门 没有一个人不修观世音菩萨法门的 但要看你的愿望去哪里 接下来再看 所以我商业经社成立的时候 我就供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大概由你现在看到 我这边佛堂前面这样 一片墙这么大 然后他从四川来的 木雕的 镀金粉的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非常庄严 各位联友 若有机会到台湾的话 至少来的前两个礼拜 email 欢迎你来商业经社点灯 我若在的话 我会亲自招待你 我们点灯跟发愿 还有供佛都是免费的 所以再看下面 日本佛教 净土真宗里面雕的就是 木雕 镀金漆的日本的国宝 那就是阿弥陀佛 右边观音 左边是大师制 那在这张图像里面 注意 中间的阿弥陀佛 是指这样 叫说法印 阿弥陀佛有很多手印 尤其在东密里面 它有九品莲花 不同的手印 这以后有机会我才介绍 要讲的东西太多 但注意 这张雕像里面 阿弥陀佛上面有一个舍利塔 知道吗 然后旁边有六个天女 代表六度波罗蜜 表示阿弥陀佛过去是 身身世世也是 发菩提心 行六度波罗蜜的功德 圆满而成佛的 所以阿弥陀佛做的脸色 是金色莲花的宝台 再看下面 日本的国宝 大士制菩萨 一般西方三圣里面 西方三圣来接你的时候 有些图像跟雕像里面 是观世音菩萨是拿金色莲花宝台来接你 大士制菩萨是拿莲花 或者它是合掌来接你的 那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一尊 是木雕的七经期的大士制菩萨 接下来 上次简单提过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光明可以穿越 所有一切 所以叫做山越阿弥陀 所以阿弥陀佛从山的背后 这样穿出来 然后前面有两尊菩萨 就是西方三圣的两位菩萨 右边的这一位拿莲花的 就是大碑观世音菩萨 这是日本的国宝 所以在这个读像里面 他把阿弥陀佛画得很大 然后观音跟世智画小一点 代表佛的功德更为殊胜 再看下面 日本奈良的东大士 请看 非常庄严的阿弥陀佛 万德庄严的阿弥陀佛 这是用 背光是用木雕的 然后呢 这个阿弥陀佛是青铜的 有三层楼这么高 万德庄严 所以各位如果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不要忘了要去东京 京都 还有这边有一个奈良 东大士 所以日本佛教啊 其实净土宗是非常的兴盛的 非常非常的庄严 然后佛举这个印叫做 说法印 上品说法印 好 再看 阿弥陀佛的旁边 有木雕的大碑观世音菩萨 你注意看 他的背光里面呢 都有放光 有没有 你看他们的雕像 怎么去表达 他们有无量的光明 那观世音菩萨跟大士之菩萨 怎么分呢 一般观世音菩萨的头顶呢 是一尊占的阿弥陀佛 因为观世音菩萨发愿 以阿弥陀佛深深世世 做他的老师 大士之菩萨跟观世音菩萨 其实长得一模一样的 但差别是 大士之菩萨的头顶 是一个宝瓶 只有这两个不同 其实观音跟世智 是长得一样的 为什么 表示他们功德都一样圆满 这是大碑观世音菩萨 有两层楼这么高 木雕而七经七的 再看 藏传佛教也有西方三圣 但它跟我们不太一样 注意看 中国的阿弥陀佛都是金色的 可是西藏的阿弥陀佛 我说过 配合五步 西边的莲花步 五方佛的结构 所以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而且注意看 它拿的是一个波 波里面有长寿甘露瓶 这是化身的阿弥陀佛 长寿佛的话 它是拿长寿宝瓶 注意听 在西藏佛教里面的仪轨说 阿弥陀佛的右手边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图片的左手边 站着白色的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中国的观世音菩萨是在右手边 对不对 可是在西藏刚好观音跟世音菩萨两个是颠倒的 因为在仪轨里面说阿弥陀佛的右手边 右边的斜式是站着四臂白色观世音 现在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左手边 也就是我们图片的右边是站着蓝色的大世智菩萨 代表力量 那在西藏里面呢 阿弥陀佛是红色 观世音菩萨白色 大世智菩萨但蓝色 这是西藏佛教里面的 Om Ah Hong 身口意三种清净 就是这三种颜色 代表西方三圣 所以它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它有它的教理不同的背景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神族通院27页第六行 新八第十条 神族通院 请看经文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所以极乐世界的人 神通是广大无边的 这里讲神通自在呢 特别是指神族通 只要动一个念头啊 它就可以飞到其他的净土 我们一般人就没有这种能力 假如我们现在要去台湾旅行 对不对 你还要跟travel agency呢 book the ticket 然后还要付钱 还要买票 而且出发那天还不能睡过头 前两个小时还要去airport check in 然后呢 搭了飞机以后呢 才呢心比较安 所以我们出国是很麻烦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夜的显现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很欢喜 动个念头啊 对不对 大宝莲花呢 就全世界十方无量佛国土啊 都可以旋转的 真的极乐世界不去太可惜了吧 对不对 真的是神族通院啊 波罗蜜多 而且神通呢 是跟波尔波罗蜜相应的 再看庚十 庚四 前面的星一到星八是讲 庚三 报身的书圣 请看幻灯片 现在 因为经文它是连着的 庚四 骗共诸佛院 这个上次请大家做个记号 请看经文 阿弥陀佛发愿 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 生到极乐国土 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每一大清早的时候早上 那动一个念头的时候呢 假如它不能够超过 易纳由他百千佛刹 周遍寻礼 供养诸佛的话 我就不成佛 那反过来讲 西方极乐世界 每天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啊 我们为什么有极大早 待会后面会讲 极乐世界其实没有早上跟晚上 它以什么 莲花打开跟合起来 是早上跟晚上 早上跟晚上 我们前几院我不是说吗 极乐世界你到了时候 你还会有习性嘛 中午知道 听阿弥陀佛讲经 奇怪肚子饿了 就有饭出现了 那到极乐世界也是这样 你会觉得 听累了 我睡觉了 其实你没有真的睡觉 你只是入禅定而已 当你禅定中出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天亮了 那怎么知道呢 莲花打开跟结束 打开跟结束 那每天一大早的时候呢 你会骗共 以纳由他百千佛刹 然后去广修供养 周遍寻礼 注意听 周遍寻礼画起来 每一个佛国土 你都一刹那之间可以到 他没有先后来去 不是说我先到 释迦摩尼佛临山会上净土 接下来我到 钥匙佛净土 再到阿处皮佛净土 没有 是一刹那之间 一坛子 全部都到 举一个例子 现在这样你会感受到 网路 Computer Website 有没有 一个电脑 一街上 全世界的网路 你都可以同时连到嘛 听懂吗 所以用科技也是可以帮助你 理解佛法的 以前人会说 哎呀不可能啦 对不对 这么多百千佛刹绕一圈 那不知道多久了 错 一念之间 所有的佛国土同时到达 注意听 所以 所以 到了极乐世界 你可以transfer到所有的佛国土 你当然可以上弥勒 多帅内院 你当然可以到东方药师净土 你当然可以到南海普陀观世音菩萨的观音净土 你也可以到地藏菩萨的佛国土 文书普贤观音地藏弥勒 无量无边的佛菩萨的净土 每一个你都能去 谁的愿力呢 阿弥陀佛的加持 所以阿弥陀佛太了不起了 所以我曾经呢 跟我一两个有缘的朋友说 他修东方药师净土 很好啊 我到了极乐世界 我做大宝莲花 去供药师佛的时候 我会去看你的 这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一月 骗供诸佛愿 请做个记号 画五个星星吧 很重要很重要 为什么 注意听 其他的佛没有发这个愿 药师佛没有发这个愿 弥勒菩萨也没有这个愿 观音菩萨十二大愿里面 也没有骗供诸佛愿 好那现在有个问题 假如我在极乐世界里面 可以到十方佛国土 那请问 其他的佛国土 可不可以去了极乐世界呢 可以 但是你得站起来 供佛 求佛 神力 加持你 你才会看到极乐世界 你不是动个念头 你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的 没办法 我举两个例子给你听 比如说你现在 上升了 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 很好 玄庄大师 窥击大师 徐云老和尚都在那里 在我们这个世界 他也是圣人 他现在就在 内院里面 做弥勒菩萨的弟子 听他讲经说法 听他讲 这个为世宗 五重为世官 或般若波罗蜜 现官庄言论 都非常深奥的 很多的大菩萨都在听经 可是这时候 你说要看极乐世界 你必须站起来 用香花灯果族 供养弥勒菩萨 请弥勒菩萨的神通 显现极乐世界给你看 那时候你才看得到 西方净土 你自己是没办法 飞过去的 你没有这个功德力 听懂吗 再举一个例子 在无量寿经里面 都有说 无量寿经里面 请看 礼佛献光第三十八品 里面有说 讲义里面没有 佛告诉阿南尊者就说 你想见极乐世界 是吗 那阿南尊者就站起来说 请问 那我怎么见到阿弥陀佛呢 佛就告诉他 阿南请站起来 面向西方 太阳下山的地方 你虔诚地念 南无阿弥陀如来 然后他就站起来 听佛的话 然后他就面向西方 顶礼 然后就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他顶礼三拜 到第三拜还没 一抬头的时候 极乐世界就现前了 所以事实上 从地球历史的角度 这个梭博世界 第一个人 见阿弥陀佛的人 是谁呢 是阿南尊者 世俗地的角度 可是你要知道 他是求世交摩尼佛 佛的神力加持 然后让他看到西方极乐净土 然后阿弥陀佛呢 威严啊光明啊 非常的灿烂 所有像一座须弥山一样 高出一切世界之上 所有的呢 菩萨的光都比不上 阿弥陀佛 这时候呢 他就发愿 我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阿弥陀佛现在也在极乐世界 了解吗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平常你要见佛 必须要发愿 祈求你的老师加持 你才会进入那个境界 请看下面的幻灯片 可是呢 你若没有这个功德力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见到其他的佛的 可是阿弥陀佛特别的慈悲 发片供诸佛愿 好 请看幻灯片 就到极乐世界的人呢 你会用你的衣服 宝慢一样 这样子 像袈裟 像篮子一样 然后呢 极乐世界有玉天曼陀罗花 很多花你就会拿着 然后一刹那之间呢 你就可以片供十方诸佛 你就可以拿花去供佛 所以这张图片里面的右上角 就代表所有诸佛接受你的供养 然后呢 在一刹那早餐之间 早餐大概没有很长吧 一般人都是15分钟到30分钟 吃完饭的感觉呢 一刹那之间呢 你就统统回来了 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舒适 也是其中很多很多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叫片供诸佛愿 我前几天说 为什么要片供诸佛呢 因为在最短的时间 你可以种最广大的福田 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联友 在家里若有佛堂的人 每天要供佛 因为我们没有福报 所以我们要先供佛像 好 家里现在联友 家里联友 现在的厅经的联友 家里没有正式佛堂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我建议你 家里客厅 我知道新加坡政府组都很小 客厅里面你可以买个五斗柜 最上面一层供佛像 第二层放香跟水 你真的要供佛 为什么 功德是从你每天的心升起的 对不对 我们每一天就这样空过一生 你得了人生 你没有修这个因 功德是不会显现的 虽然讲你的一切的功德 从你的心 可是你功德是没办法显现的 举个例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有佛性 可是你现在看到的地板 就是木头的 你看不到七宝池 黄金为地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烦恼还没灿除 你的福德智慧还没有够 所以你没办法 证悟成佛的功德 所以广修供养院 普贤十大院里面 早上起来 晚上供佛是很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